龙珠抄,拳王计划泄露,萨拉玛决定反叹。 拳王作为所有宇宙的领导人,必须保持绝对的领导地位。 既然超级七龙珠可以平衡自己的力量,甚至会杀死自己,必须提前做出防备,否则宇宙将会陷入巨大危机之中。 然而萨拉玛却无意中听到了拳王的决定,于是决定反叛。 尽管拳王的职位与权力至高无上,但要指自己与死地,萨拉玛也决定摊牌不干了。 只是自己的实力目前不及拳王,只能定想办法。 萨拉玛能作为宇宙中的创世神,能力与智慧也是超群的,并不是一个生瓜蛋子。 拳王既然想要做超级七龙珠,最初的目的也是为宇宙着想,但也不能威胁到自身的安全。 超级七龙珠如此浩大的工程,萨拉玛是全权负责。 自己目前没有能力对付拳王,就拖延制作超级七龙珠的时间,从而为谋划反叛争取时间,这样拳王也不会怀疑到自己,蒙在鼓里的只是拳王而已。 作为宇宙最强的声明,萨拉玛非常清楚拳王的实力,自己目前向对抗拳王坚持是吃人说梦,利用任何手段都是无效的。 当下最重要的还是提升自己的实力,这样才能保证反叛成功的可能性。 为此萨拉玛不惜花费大量时间修炼自己的功夫,同时向亚莫西好教提升战斗力的方法,修炼功夫也不会引起拳王的怀疑。 萨拉玛可谓是心思缜密,决心推翻拳王的统治。 萨拉玛也不是圣游的灯,目前自己的地位在宇宙中排名第三,也算是达到了人生巅峰,既然要反叛,必须取代拳王的位置,成为宇宙中最强的声明。 萨拉玛非常了解拳王的秘密,只要他能够成功杀死拳王,就能够顺利夺取拳王身上的能力,掌握宇宙命运的生杀大权。 宇宇宙的基本法则就是弱肉强食,逝者生存,这不仅仅是人类,声明同样如此。 宇宙中很多争斗,并不能简单地用正义还是邪恶来定义,本身就是宇宙的法则,善恶只是附加的而已。 随着萨拉玛多方面的学习,他的战力也与日剧增,尽管不像塞亚人提升那么快,但只要坚持不懈,持续迈向更强的领域是稳定的。 这也为他谋反增加了信心,同时他也想到了制作超级七龙珠所要使用到的能量,同样可以帮助自己谋反增加几分自信。 超级七龙珠计划的是齐科,亚莫西有七个儿子,而且战斗力绝对是超一流的。 萨拉玛决定利用亚莫西的七个儿子作为力量的隐私,只要结合他们七个的能量,注定可以制造出实现所有愿望的七龙珠。 萨拉玛也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,这下拳王要开始头疼了,而且是很疼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,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